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他真的回去了吗 如果回去了他没有找到我 会不会觉得我已经把他忘记了呢 我回来了 你还在吗 你到底在哪里 你们三位 谁能够把雅音找回来 而且得到她的芳心 谁就是我未来的孙女婿 而且极有可能成为我未来的接班人 我们三个是最好的朋友 可是总裁偏偏给了我们一个难题 要我们来竞赛 可是我们都身不由己 以至于无法退出 无论谁胜谁负 我们的友情不变 依然是好朋友 你想想 我的女儿是袁浩天的外孙女 那我们成家不是发了吗 妈 你让我妈咪点替雅音 外公 我现在正式地向大家宣布 这就是我的孙女雅音 沈雅音不就是我吗 玉如 不要叫我 在这个屋子底下 不要再叫我玉如这个名字 姐 你说的是什么话 她可是我们的妈呀 在这个屋子下 她也不是我妈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怎么说我不是你妈呢 我早就说过 这场戏一旦开始 就要演到底 如果你们俩不听我的话的话 最好现在就给我搬出去 省得在这丢人现眼 孙女士派来认亲的这个女孩 她不是沈雅音 她是假冒名的孙女 什么 这种事你们都干得出来 简直是丧尽天良 总裁 我知道错了 都怪我鬼迷心窍 我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你放过我们 你们要继续找下去 不惜一切代价 无论如何把我的孙女找到 你还记得 上次我们请陈家餐馆送餐时候 来的那个小女孩吗 我是来送餐的 她才是真正的沈雅音 您的亲孙女 是她 介绍一下我的外孙女 沈雅音 你为什么在这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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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雨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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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我是真的很喜欢雅音 这跟我爸给我的压力 一点关系都没有 雨嬌 我喜欢你 从小就喜欢 从小就喜欢 一直到现在 从小就喜欢 一直到现在 雅音 我们不要再逃避了 我们交往吧 雨嬌 雅音 我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你的事 而且我永远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如果你绝对跟雅音在一块 你就不能伤害她 不然我决不饶你 如果你是我 为了保护雅音 难道你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 这件事情再不断然处置的话 我秦与江的丑闻 就会变成原始企业的丑闻 到时候爷爷雅音 都会被我牵连 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必须把我切除 我办不到 可是我真的别无许则 我还挺得住 可是我知道雅音她会撑不住 我什么都无所谓 可是我就是不愿意见到雅音这样伤心难过 所以上岭 算我求你 尽全力开始追求雅音好不好 雅音 忘了我好吗 如果我是你心里的那一根刺 你就彻底地把那根刺拔起来 免得刺伤其他人 好 你说的我都有听进去 我也知道不能再拖了 可是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当然可以 但是前提是我希望你接受上岭 否则我会永远消失 永远在你们面前消失 我和沈亚英小姐之间的婚约已经取消 现在只剩下单纯的同事关系 从现在开始 我秦宇家正适合你分手 只有你牵着我的世界 经过离开一切 变成全变妥协 爱情没有的好 没有对错是非 沉过圆圈 不要害怕 我会永远保护你 我会永远保护你